把支持反对党的票集中 集中在火箭之下 集中在阿布拉吉的身上 根据过去的记录 我们能够打败罗克强 人脸党的 所以各位同胞 小弟在这里恳求大家 让我们这么多年来 能够有一个马来族群的 州议员 在州议会 因为往往当我们在讲 讲到一些课题 讲到对方捧党是马来人的时候 国阵的国会州议员 就会把它歪曲成为一个种族问题 甚至在小弟当时 讲CMS课题的时候 CMS垄断 杀州 政府工程 他讲 因为你 你华人 妒忌 马来人的公司 做得好 你妒忌 所以你一直 护CMS 我们不是以 种族的设想 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就我们有多一个 不同种族的 州议员 进到州议会 可以淡化这种种族的设产 我们必须 所有人 都要在抗议 那是为了 DAP 都被判断 迄到 我们被判断 被判断 为BN 成为中文的 but we are determined enough to fill a melee candidate in a chinese area and we call upon all of you to give our full support to our melee candidate can you do that not only we fill a melee candidate in a chinese area where the statistics show that you have a winning chance in snuddy in snuddy where there's a 50 over percent chinese at chinese we fill a orang uru dr bok bahu that show the determination of dap to be a multi-racial party 我们要打破这种种族的色彩 所以各位同胞 这一次 这一次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有一些地区多角战 但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免不了 但是有多角战也未必是包输 没有包输的 当年杨维会出来的时候 打沈庆辉 有谁想到他会赢 而且不是是赢一点点 赢4000多票 当时他去打沈庆辉的时候 人家讲说包输的啦 去沈庆沈庆辉就好了啦 不要紧啦 输一百没安全 第一次过来 也要知道呢 一百而已就给他挖 挖 挖 不是阿兰阿兰一百 挖 4000多票的多数票 所以政治就是这样 人民的力量不可以小光 所以各位同胞 包括 这些选区都有希望的 只要只是看人民能不能够把票集中 集中投给火箭 所以同胞们 当然有些人讲阿兰南做得好 有些人甚至说 给他一个机会 刚才林继强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还是有机会的 他一定有机会做首席部长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 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过去百毛刚刚上台的时候 也是人员的讲到他天上有地下没有的 好的首席部长 当时是可以取代 亚国 当时的亚国他们人员的说 这个是很霸道的 人百毛是很好的 结果 在整个全部 都是头 国政 州议员的情况之下 百毛每天一天一天一天过过过 过了整天听好话 好话听久了 就以为自己是神 自己是最好的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包括今天 今天阿兰南 阿兰南做了两年 我相信在他 在他身边的人 都是每天都讲 你是最好的 人民都很爱戴你 人民都很喜欢你 只有偶尔偶尔开州议会的时候 看到你这个张建人在那边 这个做不好 这个做不够 那个做不够 只有你一个人在批评 只有你们那几个在批评而已 反对党的 但是他身边的每天听到都是好话 所以为什么 今天他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 怎样的决定 在领选后选择的方面 践踏盟友的尊严 践踏盟友的尊严 这个话不是我讲的 这个事话是那个 福祥威讲的 虽然他讲了三天之后 收回去 威威讲的 我记 不过他还是讲出来 践踏盟友的尊严 今天 人连党做了 践踏他们尊严的人的团队 所以各位同胞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你讲他很开明 开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不会 但是因为他长期来 这两年来只听好话 所以他认为 我做的都是对的 所以今天人连党有今天 这个叫做制造孽 不可获 自己找来的 因为你整天只有奉承他 整天只讲他好 所以他做什么都是好 包括践踏你的尊严 也是好的 今天不是福祥威讲 阿迪威很好 要做他的团队 所以各位同胞 人就是这样 人性 如果你整天只有听好话 到最后 你就变成暴君 一个领袖 如果整天身边的人 只有讲好话 就变成暴君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需要一个 强大的反对党 我们需要更为战 我们需要决定的反对党 öz尊严的反对党 那你们还没做足够 大家还仍然面试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刚才我们有提出 我们这次的选举会提出 推出十大政纲 这些十大政纲 有一些我们曾经在周一会提到的 就好像免费的巴士服务 古镜 明都鲁 私无 米里 这四个大城市 免费的巴士服务 有什么好 每天上班下班 你自己驾车 车油钱两三百块 Barking fee 六七十块 八十块 整百块 有时汽车坏了 要修理 一千多块 尤其是我们的路 古镜的路 到处都有洞 所以汽车特别快坏 特别快要买 Sperry Park 所以一个月平均差不多四五百块 花在什么 花在通勤 通勤 就是上班下班 如果你有免费的巴士服务 舒适的 我们不是讲现在的巴士服务 我们这个免费 我们都不要大 免费都不要做 因为要等很久 上班人家迟到 又给老板扣工钱 算来算去 还是不够 不够房 我们的建议 包括现在的巴士公司 把它借管 借管了之后再增加三倍的巴士 三倍的平民力 这样的话就能够确保一个很吞顺 很好的巴士服务 这样的话很多做工阶级的人 就会选择做巴士 年轻人刚刚出来做工 不用去买车 车骑加下去 一个月四五百块 比较好的车整千块 所以一个人 每个工作的人士都可以省掉 一个月可以省掉七八百块 七八百块的钱 这个钱就是无形中 你 无形中就是你的薪水增加 所以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刚才委会跟你讲了 我们的预算 小弟是读经济学的 也是读会计学的 我有会计的 也会算 所以算来算去 差不多五亿 四个城市 几十万的人口 可以收益 我们有提出 在周一会提出 阿迪南觉得 五亿一年可能太多了 我给一点这个 一点点这个小恩小会 看一下这次周选 这次周选人民的反应 怎样 人民的反应 如果我给这一点点糖果 人民票就回流国阵 到时小弟 我们本来有十二个 现在剩下十个 如果周选过后 剩下五个六个 他讲你讲这么多做什么 人民都不支持你 你讲都不用不辣 如果我们进去 这次十个 进去洗面 下一次过了五零七 我们有二十个 二十五个 甚至二十八个的话 我们进去 我讲一句话 不是我一个人在讲 是我的二十八个 周议员一起在讲 这个就有利了 所以各位同胞 周议会里面 周议会好像就好像国会 你看到刚才的荧幕这样 是一个很野蛮的事 很野蛮的 虽然是说尊敬的议会大殿 但是这个议会 议会里面真正是很野蛮的 很野蛮的地方 你人数多 你讲话就有利 你人数少 你就给人压就走 给人压 所以今天 我们要告诉阿迪南 你还不能够减轻 我们的生活负担 我们要 一个 我们要的 一个好的政府 一个好的政府 应该是减轻人民的生活负担 而不是加重人民的生活负担 今天阿迪南支持的 国政 加重人民的负担 四行消费税 加重三家的成本 所以各位同胞 我们要清楚的告诉他 这些东西 你还没有做到 我们还要加强行动党 加强反对党 在州议会的力量 迎变沙州 好不好 所以接下来几天 我们还有很多场的 政治演说 希望大家也一起来捧场 明天的地点是 RPR 巴都高 以及 Travillion 一场是在 RPR 巴都高 另一场是在 Travillion 巴都岸那一边 所以希望大家 明天也继续的 跟我们 站在一起 让我们 写历史串奇迹 星期第三次的 政治海啸 谢谢大家 帮下班 如果你有免费的 巴士服务 舒适的 我们不是讲 现在的 这样的巴士服务 我们这个免费 我们都不要大 免费都不要做 因为要等很久 上班 等一下迟到 又给老板扣工钱 算来算去 还是不够 不够房 我们的建议 包括现在的 巴士公司 把它借管 借管了之后 再增加三倍的巴士 三倍的平民力 这样的话 就能够确保 一个很吞顺 很好的巴士服务 这样的话 很多做工阶级的人 就会选择 做巴士 年轻人 刚刚出来做工 不用去买车 车骑加下去 一个月四五百块 比较好的车整千块 所以一个人 每个工作的人士 都可以省掉 一个月可以省掉 七八百块 七八百块的钱 这个钱就是 无形中 你 无形中就是 你的薪水增加 所以这个 是可以做到的 刚才维会也跟你讲了 我们的预算 小弟是度经济学的 也是度会计学的 我有会计的 也会算 所以算来算去 差不多五亿 四个城市 几十万的人口 可以收益 我朋友提出 在综艺会提出 阿迪南觉得 五亿一年 可能太多了 我给一点这个 一点点这个 小恩小慧 看一下这次周选 这次周选 人民的反应怎样 人民的反应 如果我给这一点点 韩国 人民票就回流国阵 到时小弟 我们本来有十二个 现在剩下十个 如果周选过后 剩下五个六个 他讲 你讲这么多做什么 人民都不支持你 你讲都不用不辣 如果 我们进去 这次是十个 进去里面 下一次过了五零七 万十的亚国 他们人连党说 这个是很霸道的 人 摆毛是很好的 结果 在整个 全部 都是头 国阵 周一元的情况之下 摆毛每天 一天一天过过过过 过了整天听好话 好话听久了 就以为自己是神 自己是最好的 什么事情都可以做 包括今天 今天阿迪南 阿迪南做了两年 我相信在他 在他身边的人 都是每天都讲 你是最好的 人民都很爱戴你 人民都很喜欢你 只有偶尔偶尔 开州议会的时候 看到你这个 张建人在那边 这个做不好 这个做不够 那个做不够 只有你一个人在批评 只有你们那几个 在批评而已 反对党的 但是他身边的 每天听到 都是好话 所以为什么 今天他能够 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怎样的决定 在领选候选择的方面 践踏盟友的尊严 践踏盟友的尊严 这个话不是我讲的 这个话是那个 福祥威讲的 虽然他讲了三天之后 收回去 威威讲的 我记 不过他还是讲出来 践踏盟友的尊严 今天 人连党做了 践踏他们尊严的人的团队 所以各位同胞 为什么他会这样做 你讲他很开明 开明的人会这样做吗 不会 但是因为他长期来 这两年来 只听好话 所以他认为 我做的都是对的 所以今天人连党有今天 这个叫做制造孽不可获 自己找来的 给你整天只有奉承他 我们要打破这种种族的色彩 所以各位同胞 这一次 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有一些地区多角战 但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免不了 但是有多角战 也未必是包书 没有包书的 当年 杨维会出来的时候 打审庆会 有谁想到他会赢 而且不是是赢一点点 赢4000多票 当时他去打审庆会的时候 人家假如包书的 去骑罪骑罪就好了 没关系 输一百不安穿 第四百过来 也要知道 一百而已就给他挖 挖 挖 还不是阿朗阿朗一百 挖 挖你4000多票的多数票 所以政治就是这样 人民的力量不可以小光 所以各位同胞 包括 这些选区都有希望的 只要只是看 人民能不能够把票集中 集中投给火箭 所以同胞们 当然 有些人讲阿迪南做得好 有些人甚至说 给他一个机会 刚才林继强同志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还是有机会的 他一定有机会做首席部长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过去百毛刚刚上台的时候 也是人员的讲到他天上有地下没有的 好的首席部长 当时是可以取代 亚国 整天只讲他好 所以他做什么都是好 包括践踏你的尊严 也是好的 今天不是副理将会讲阿迪南很好 要做他的团队 所以各位同胞 人 就是这样 人性 如果你整天只有听好话 到最后 你就变成暴君 一个领袖 如果整天身边的人只有讲好话 就变成暴君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 我们需要一个强大的反对党 We need a stronger opposition opposition to tell to their adinan that you have not done enough the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despite your little populist policies yes we welcome we welcome the abolishment of toll we welcome the abolishment of quick rent but that is not enough we want more and by having more we need a stronger opposition to tell him that you have not done enough we want you to do more 所以各位同胞 刚才我们有提出 我们这次的选举会提出 推出十大政纲 这些十大政纲 有一些我们曾经在周一会提到的 就好像免费的巴士服务 古镜 明都鲁 斯武 米里 这四个大城市 免费的巴士服务 有什么好 每天上班下班 你自己驾车 车油钱两三百块 parking fee 六七十块八十块整百块 有时汽车坏了要修理 一千多块 尤其是我们的路 古镜的路到处都有洞 所以汽车特别快坏 特别快要买spare part 所以一个月平均差不多四五百块 花在什么 花在通勤 通勤 就是上 把支持反对党的票 集中 集中在火箭之下 集中在阿布图阿基的身上 根据过去的记录 我们能够打败罗克强 人脸蛋的 所以各位同胞 小弟在这里恳求大家 让我们 这么多年来 能够有一个马来住群的 州议员 在州议会 因为往往 当我们在讲 讲到一些课题 讲到对方捧党是马来人的时候 国阵的 国会州议员 就会把他 就会把他 歪曲 歪曲成为一个种族问题 甚至在小弟当时 讲CMS的课题的时候 CMS垄断 沙州 政府工程 他讲 因为你女华人妒忌 马来人的公司 做得好 你妒忌 所以你一直护CMS 我们不是以种族的色彩 来看待这个事情 所以如果我们有多一个 不同种族的州议员 进到州议会 那 可以淡化这种种族的色彩 我们需要 所有人都在 抗议 那是为了 DAP 都被批判 除了我们 被批判 成为 BN 成为中文的 PARTY BUT BUT 我们是指定 备了 得到 中文的 人的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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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系 都要求 给您的 中文的 中文的 互联系 我们 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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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过 中文的 写那 中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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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